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鬼影追追追,大便一大堆 一大堆,一大堆 7月11號的晚上 那我下班以後大概是10點 9點 我下班以後呢 我就直接騎了我的摩托車 沒有目的地往南走 因為很長時間沒騎摩托車 騎摩托車這件事情對我來講 是一個排解憂鬱 這個紓壓得很好的動作 然後我就沒有目的地直接往南走 那我走的呢 因為我騎的是紅排的摩托車 所以我走的是抬61線 也就是西濱快速道路 西濱快速道路呢 它有上下兩條 我們稱為樓上跟樓下 其實所謂的樓上就是高架 所謂樓下就是它的高架下方兩側 可以讓所有車輛通過 但樓上就是高架 那就只能有黃排紅排重機以上 跟汽車可以通過 那我那天沒有漫無目的地 就一直騎一直騎一直騎 騎到了這個大概快到新竹南寮 過去鳳鼻隧道還不到的地方 下來再交流到旁邊 就讓自己很輕鬆很放鬆 在那邊聽音樂抽煙 然後垂垂風這樣 約莫大概兩個小時以後 也就是十二點多了 我就覺得應該差不多要回家了 於是我就跨上車再度發動 再往北上了西濱 可是一上西濱以後 你突然覺得說 好像騎得還不夠久 偷偷裡從台北騎過來 也就一個多小時 然後在路邊待了兩個小時 也不夠久 你就邊想邊想 最後你就告訴自己說 不 那我要繼續往南走 於是我就找了一個地方就下來 大概是南寮往北再過去 所以大概我騎了八公里 然後下來我就再一個回轉 再上高架 再上高架 就一路往這個鳳鼻隧道的方向 往南鳳鼻隧道的方向 然後竹北新竹這樣 過了四區 然後再可以上這個西濱高架 上了西濱高架很快就騎騎騎騎 所以過了白沙屯 過了白沙屯 接著前面就是要往 通宵後龍的這一塊地方 那這一塊地方 是約末去年 年底左右 才完工通車的 以前我們都必須要走台一線 就是你從新竹竹北 然後接著要走台一線 繞一大段 才可以載上西濱 所以後來這段新蓋好的路 這個它應該是西濱整段馬路裡面 為數不多的 路燈很齊全 而且數量很多 所以晚上看還蠻漂亮的地方 然後路面又很平整 右邊呢 如果是炸白天的話 可以看到西邊的這個台灣海峽 那左邊這個北上的車道呢 它的山這一側 其實就是這個墳墓 就是墳墓 然後我騎到白沙屯那個地方呢 白沙屯跟通宵的交界 我就找了一個路邊 我就停下來 我還發了一張FB 然後停下來 停下來以後 就看看我的包包 發現我的煙快抽完了 於是我就發了一個FB 說 好啦 因為我沒煙了 我就是老煙槍 抽完這個煙 我就掉頭北上了 好啦 那很快抽完煙了 可是我發了FB以後 有很多車友告訴我說 前面通宵出去就有7-11 可是我就心想 我沒有下去過 感覺上沒有看到有7-11 好 大家都這麼說嘛 反正我也想回家 於是我抽完煙 再度上車以後 我就往前騎沒多久 看到剛好 我的右前方 可以看到通宵火力發電廠 然後左手邊 就有一座橋 這個橋一過去以後 就是台一線 台一線一邊往南一邊往北 所以我看到通宵火力發電廠 我就下來 下來以後我一看 不是啊 這個地方我常來啊 這個地方沒有任何的商店 也沒有任何的住家 於是我就左轉上橋 左轉上橋以後 很快就是碰到台一線 然後台一線呢 它的右手邊 往前一點 大概有一個加油站 可是除了加油站 沒有東西 左手邊就是北上 於是我就北上 北上不到100公尺 不到200公尺 反正很短的距離 我就看到 我的右手邊 有路標 都是新的 馬路都是新的 路標新的 上面寫著 往六一 紅色的一個盾牌 六一 我當時就納悶 不是啊 我從左手邊下來的 我從左手邊南下 然後開過了一個大橋 轉到台一線 然後走一走 六一應該要在我的左手邊 不是嗎 可是它在右手邊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這個看起來路都很新 反正我也沒事嘛 回家也就一個人 就看看嘛 騎一騎沒多久 喔 那個六一 那個標示牌 就立在一個丁字路口 然後我就往那個 右手邊看過去 是那個路的盾頭 就寫的台六一 然後一邊往通宵 那個厚龍 一邊往白沙屯 我心裡想 不會吧 這個西濱喔 你可以把Google Map拿出來看看 西濱就只有一條路 就只有一條路 它沒有任何的分岔說 拉出去一道線 然後還叫做西濱 而且在台灣的邏輯喔 任何的路 當它出現分岔以後 它這兩條路一定不會叫同一個名字 比如說 比如說蘇花 蘇花原來的蘇花叫台九 可是蘇花改好了以後 台九就變成後來結彎曲直的這個蘇花改 原來的蘇花就叫做台九丁 就類似這樣的意思 所以它叫六一 可是它沒有別的其他的稱號 就是六一 然後我騎到那個紅綠燈口 再來看了一下 全部都是新的 全部都是新的嘛 如果弄得很漂亮 燈也什麼很漂亮 然後我就覺得 Why 我從左邊南下 然後跨過一座橋 再走到神道 然後它只是再往我的右手邊 是台六一 這距離也太遠了吧 然後它沒有別的名稱 就叫六一 好啦 我看到一邊後龍一邊白沙屯 那我要往白沙屯的方向就是北上嘛 於是我就紅綠燈過了 我就左轉 左轉往白沙屯北上的方向 白沙屯左上這個北上的方向左轉一過 大概不到一百公尺兩百公尺吧 我就驚訝的發現 我剛剛停車的地方 就在我的左手邊 你聽懂了嗎 這整個空間是一個大錯亂 所以我看到我的左手邊 是我剛剛停車的地方 我整個那個頭皮是已經 就是差不多把安全帽撐起來 覺得很害怕 然後我回台北的整個路上 西濱的速限是九十 我沿路是七十 慢慢的突慢慢的突 然後接著這個 我發現我剛剛停車的地方 在我的左手邊的下面 我就更納悶 因為它兩邊的距離 就只有這麼一點點 你懂我意思嗎 我其實繞了一大圈過來 這兩邊就算要一樣的話 它距離也要有很長的距離 不是 這個時候幾乎等同於並排 那我是怎麼樣到在這裡 而我剛剛說的11號 也就是今天錄YouTuber的前兩天 他還在農曆鬼月的裡面 鬼影追追追 大便一大堆 一大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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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題